若没立遗嘱,遗产将会这样分配。 一般人认为遗嘱是人的遗言。 其实不然,遗嘱是一份法律文件,说明一个人死后怎么样处理他的遗产。 只要适者有立下遗嘱,遗产分配就依据遗嘱之行。 反之,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,则依照遗产分配法的规定处理。 首先是父母,接着是配偶与儿女。 若无此三对象,才分配与兄弟姐妹。 过后才是祖父母,父母的兄弟姐妹,增祖父母,增祖父母的兄弟姐妹。 政府,遗嘱可列明每一项遗产的受益人。 对象可以是包括家属、亲戚、朋友、组织等任何人或单位, 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理定分配方法, 同时避免离世后家人陷入遗产纠纷。 很多人不利遗嘱的原因包括迷信,认为不吉利, 认为遗产会自动转给亲人, 认为没什么财产不必利遗嘱。 对遗嘱不了解,利遗嘱属于保密的是, 你需让家人或执行人知道你的遗嘱存放处。